曾世强解读道德经 《道德经》第26章 老子要告诉我们 道众而生亲 他说 众贵亲根 敬贵造军 众跟亲是相对的 敬跟造也是相对的 他们是互相比较的 只是程度上的问题 不是绝对的 众是什么 就是妄下沉的东西 我们常常说 这个人很稳重 而亲呢 就是佛上去的 说这个人太亲佛了吧 但是老子的意思 并不是说 众才是亲的根本 不是 他是说 重你才可以应用亲 倒过来 你亲就很难去应用重 你看一个很重的东西 要把一个很轻的东西 把它吊起来 要多高都可以 一个很轻的东西 你去吊那个重的东西 那你怎么可能呢 你自己好像被它搞倒掉了 重 是我们来形容一个人 很有德 很稳重 而亲呢 是代表他私德 我们叫做私态 叫做私礼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 中国人和外国人 不同在哪里 就外国人他 不管怎么样 他爱笑就笑 他什么 中国人要看看场合 这个场合可以笑吗 要笑也不能笑这么大声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好像中国人比较保守 实际上不是 他是比较内恋 他不是保守 他是什么保守 你看看现在中国人 比哪个国家保守 就是他失去了 内恋的功夫以后 他比谁都糟糕 要不然我们为什么一直骂呢 你看到全世界去 大家都欢迎 大家都都害怕 你是主动的财神爷 但是你把我们这里搞得一塌糊涂 重是轻的根本 一个人 你会稳重以后 你偶尔放松一下 轻松一下 他还不失态 一个人从小 他就是没有这种什么场合 对象 时辰的观念 他都没有 他往上挨怎么样 就怎么样 那这个人一辈子都很辛苦 为什么 因为人家看他很奇怪 他自己也觉得很痛苦 我到底错在哪里 我没错 这不是错不错的问题 而是给人家的观感的问题 静就是安静 躁是什么 急躁 当然大家听到急躁 就很难去想象 什么叫做急躁 你可以去看看野外 那个放风筝的时候 如果那个风筝断了线 你看那个风筝会怎么样 他就不知道要跑到哪里去 他就开始滚不住 在人就叫做不安 急躁的人 是安静不下来的 他心里头七上八下 他眼睛东张西望 满脑子都是想来想去 手脚无措 君是什么 君在这里 就是一股能够约束的力量 就叫君 静未造君 安静对于这个急躁来讲 他是有控制力量的 急躁控制不了安静 安静控制得了急躁 这是脑子给我们 最主要的看法 所以一个人平常 要养成稳重 要长成安静 然后随时有爆发力 这个人才叫做可静可动 那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正常的人 道德经第二十六章接着说 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理资重 资重在我们的理解中 一般是指粮草物资 君子终日行不理资重 难道是说 人马未动 粮草先行的意思吗 资重在这里 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思呢 老子所讲的资重 不是指物资方面 不是指什么日用品 吃的 不是 而是指德性 就是道的意思 是以君子终日行 你出去就是要行道 要步道 为什么说君子要终日行呢 那么辛苦干嘛呢 各位如果有时间 有机会 你去看看老子 甚至孔子 你说你们二老 年纪也这么大了 急急忙忙 到处奔波 你是干嘛呢 他们两个会 不约而同告诉你 我们是什么 我们在自讨苦吃 其实两大圣人 都是自讨苦吃 但是自讨苦吃 下面他有四个字 叫做自得其乐 一个人如果苦就觉得苦 那你就不要算了 你们辛苦干什么 乐 乐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了 那你是浪费资源 浪费时间 也干扰别人了 是以君子终日行 你出去就是要行道 要步道 因此你就不能离开道 不能一出去啊 吃喝完了就忘记了 你来干嘛 不知道了 太多人是这样 刚刚出来是好心好意 然后到时候就是 恿而搞得当地 你不来还好 你一来是天下大乱 这种人越来越多 谁有荣官 宴楚超然 虽然你在路上 你在旅途上 看到很美丽的景观 你住五行级饭店 叫做什么 富丽的宫殿 但是你心里头 像燕子一样的 安居 不要要求 汤汤 要吃好的 没有必要嘛 你一定要超然 物欲之外 才叫超然 下面老者很感慨 他说 奈何万寸之主 而以身亲天下 他说你好不容易 有机会尽你的责任 做到一万寸车辆的 一个大国的国主 你居然这么不稳重 你居然用你的 一己之能 你 又是现在人所喜欢讲的 你个人的意见 你就要表现有为 你就要很轻率地 来治天下 轻天下 就是你很轻率的 然后就要治理天下 搞得天路人愿 那你说什么意思 你还不如不做算 其实 老者那个时候 正是春秋战国 那真的王不向王 就是孔子所讲的 君不君 臣不臣的时代 所以他有这样的感慨 他说你好不容易 你能够有机会来发挥 你就应该发挥 无为而至了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亲则是根 赵则是君 他又回头引到第一句话 他说就是因为你太亲佛了 你不重视你自己的德性 所以你整个根本就没有了 就是因为你太急躁了 想要有所表现 所以你就稳不住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治天下的王道 那么我回复到前面所说的 王才大 不王就不大 所以后来为什么有王霸之争 其实就是从道家跟儒家得来的 老子他讲完这些以后 他就想到 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王道的人 不一定做王道的君王 最起码可以做王道的人 所以他就提出来 用武上来救人物 不让你救人 而且要救物 不让你救人物